我把这个帽子给你嘛 好谢谢谢谢 这个警察同志去县城把钥匙拿过来了 太信心了 然后你明天住完之后的话 你把钥匙送到派出所吧 行行没问题没问题 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只有这一个钥匙的话 对对对对谢谢 你就在这往下这边住 这风真的确实有点大的 好嘞好嘞好嘞 然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 你到派出所来 行行行行 太感谢太感谢 没事没事 感谢 哎呦稍微的吹几下 意思意思就可以了嘛 不要再吹了 再吹了晚上肯定没法吹了 你听外面那个风的声音有多恐怖 大家好我是老叶今天呢是5月6号了昨天我非常幸运的在这个省道旁边找到这么一个新建为投入使用的应该是一个加水站吧躲过了一次暴风雨哦真的是有点难忘啊是这一辈子以来遇到了第一次那个暴风雪哦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你为什么不往不继续往前面呢是一辈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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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走呢我觉得我停下来呃在这个地方露营我觉得我是正确的因为当时已经刮风了而且在飘了一点小雪了呃没有一会儿功夫吧那个雪就很大很大了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起行是很危险很危险的所以呢我感觉啊是上天在救我吧就给了我一个这么一个呃围起来的那个房子吧也还好吧 不过我的那个帐篷现在已经被吹破掉了有一个地方吹破掉了呃应该是我把石头压在那边然后他摩擦石头吧把那个帐篷给磨破掉了呃不知道问题答不到现在外面你看全是那个水啊应该是那个雪它化掉了现在是早上时间的七点多了要等一下吧等太阳出来吧我在帐篷里面再躺一会儿这边昨天晚上下雪的时候这个冷的我都 那边想把那个炉子开起来的现在睡在憋憋的需要太阳来温暖一下了现在还好吧也不是说特别冷吧好了再躺一会儿躺一会儿太阳不出来这些根本就没办法干的哇山上白茫茫的你看下了一夜的雨啊雪啊白茫茫的 出太阳了出太阳了你看一个晚上就白茫茫的了哎呀我的小兄弟上面全是雪了哇有点刺激啊哈呃今天是历夏历夏在西藏 那边玩雪 按照我们宁海的习俗啊历夏我们那边是要吃那个茶叶蛋的呃我现在这边呢距离前面的一个香吧叫昂多香大概是还有20多公里吧到那边去买点那个蛋吧呃晚一点就自己煮点那个茶叶蛋吃一下吧 啊风景是超级绝美啊也不知道这个现在会不会打得着哦本来就打火就很难啊现在不清楚哦如果打不着那我就只能试一下我那个买的新买的那个启动电源如果不行的话那就很麻烦很麻烦嘞 哎呀先把这个搞一下吧幸亏我把它包起来哦不然的话更麻烦嘞哎呦试一下吧我要我一次就打着哦这个确实太有点太每每天都停掉了确实好可能可能这样就50%几率就能打着了 哎呦我都有点不敢打啊哦还行这样这样说明还能勉强能打着不要停就好了 我靠 差一点就起不来了 这个这个这说明我接的那个射灯它还是没什么用啊我把射灯拆掉还是没什么用啊 我昨天呢已经把这个射灯的那个线拆掉了结果它还是有这个问题啊 那么我今天就找录音地之后啊啊然后把这个拆了然后把这个 USB充电的这个我再拆掉再试一下啊再用一天时间去测试一下啊如果第二天啊就是那个电很足一下子打着那说明就是这个 USB充电的有问题 如果还有还有其他问题那可能就是这个整个线路的问题了 因为这个车我买来到现在已经有五年多了快要六年了 嗯线路很多都老化掉了之前在那个这边 工作人员帮我用那个绑了一下啊还是这个旁边的 嗯但是可能啊就是它这边里面的线路也有可能有老化掉了 就可能是短路的问题吧 这个车刚刚已经发发动了大概有十一二十分钟了吧也够了 应该应该没问题了昨天晚上啊就吃了三包这个我感觉肚子一点都不饿 可能是他这个青柯饼啊比较耐扛和那个 呃叫什么 鸭头饼干一样比较耐扛 呃叫什么 这看看这种啤梦 那就像这样可以说的 那这个白鸡头饼干一样 一样的一点点 踩一个鸡头再随便 然后是这个线路 我必须有这个下空的 请我认识你 关注你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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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呢就是马康县的那个恩多县了 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县 然后我在这边发现一个川菜馆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超市 先去弄点吃了吧 青椒肉丝盖椒饭有吗 有 多少钱一份 25 25来一份来一份 不要再加辣椒 青椒就好不要再加辣椒了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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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老板搞了这么一大份你看 青椒肉丝开炒饭 这个蒙火灶炒起来就是好吃 过瘾了 现在吃好饭 在老板那边又打了两瓶那个水吧 这个应该能搞吧 好了 现在继续出发 我都骑出去好几公里了 然后我的那个手机忘了拿了 他们在抓那个毛鸟 谢谢 谢谢 拿去卖啊 这个 手机忘了拿了 哈哈 应该还在充电吧 所以忘了拿了 所以有的是 叫你放在桌子上 记得上吗 第一次忘了 我以前移动电源放在桌子上 什么时候回来了 都在这里 对对对对 谢谢老板啊 机型越来越好 是的 我送了这么大 我都保留了 你就不准备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下雪了,而且又下大了,挺好玩的,挺刺激的 这里就是布朵拉山崖口了,海拔是4555米了 然后前面就是公爵界了 这里给我感觉就像青藏高原一样,非常的荒凉 这边还有野路,不过看到人就跑了 大自然了 有野路的地方,那肯定野狼也有吧 前面呢,是拉土乡了,然后这个地方呢,应该是以前就是检查疫情的一个地方吧 有点可惜哦,就是它这个门进不去哦 又下雪了,下大雪了 刚刚这边来了一个这个乡里面的派出所的同志 他说可以住在这里,然后他帮我去锁里找一下钥匙 就是这个地方 看看能不能就是住到里面,如果没有钥匙那 踢开那肯定就是犯法了对吧 嗯,他现在去那个派出所里面找一下吧 可能希望不大吧 不过我觉得住在这里也是可以的 就是你看,他那个如果,这边的话,如果挡住的话就好了 那个风的话就烧很多了 现在还还都下着雪哦 不过,我问过那个同志 他说,你去贡决县这一路都没有什么比这里更好的 所以我就在这个地方搭一个晚上吧 然后明天再前往那个公园线吧 哎,我把我高兴坏了 我以为那个警察送那个钥匙过来的 不是他,他那个侧子是白色的 这里啊,就是你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还可以 也可以搭,然后这个地方也可以 确实是有点可惜啊 就是那么一个缺口 稍微堵一点就好了 刚刚风是从那边吹过来的 你看现在这个风就从这边吹过来 用这边吹过来的 呃,可惜啊,搞不定啊 你看 里面没人的 这边也是一样的 太可惜了 全部都锁了 这个里面还装了空调的 不过没电 你好 你好 我今晚准备在这里露营了 啊 在这里露营 就是在这里露营啊 对对对对 就是他那个那个警察通知去找那个钥匙 可能找不到了 他那个钥匙可能丢到那个派出所或是哪里啊 没有,没事,我就搭在那个门口就去吧 这里很冷了,晚上 没事,没事,没事 我昨天在那个四千多那边海拔都搭雨不了 这里也四千多啊 这里也是四千多啊 这里也是四千多啊 这里四千四 这里四千四,那比昨天还要高呢 对呀 那还好有这个房子可以搭一下嘛 也还行嘛 嗯 应该要下雪了 一会儿再下雪 这个雪下大了 这边下雪就跟就是下雨一样了 就他一会儿下一会儿下 全部下的都是雪 因为这边海拔是四千四啊 他不会下雨的 全部下的都是雪 哇,这个真的是鹅魔大雪嘞 只要他不刮风啊 你看我搭在那个里面完全没有问题啊 既可以 避雪又可以就是 稍微的避一下风吧 然后呢 我等一下准备 就在那个角落里面 我把那个垃圾桶啊 还有这两个警示的那个东西拿出来了 就放在里面 我准备在那个里面做饭了 很久很久没有见过这样的雪了 我现在要把这个USB充电的这个也拔掉 试一下吧 看看明天能不能打得着 如果明天能打得着的话 说明是这个之前在清远吧 清远那边那个师傅给我接的不太好 有可能 就只能这样再试一下了 刚刚把这个已经拆了 然后装回去的时候 就是有一个螺丝拧不上去了 可能是拖牙了还是怎么的 明天只能说 到那个箱里面 让那个师傅帮我拧一下了 看看吧 反正我现在已经把那两个USB拆掉了 明天早上打火看看能不能打得着 就是啊 雪又大起来了 都吹到这个里面进来了 想做饭又不好做了 说真的这个奇怪了 每一次它这个电瓶都会出现一遍问题 它那个螺丝是这个样子的 然后这个上面 这个呢 从这个上面装下来 然后呢 这边需要电一个螺丝进去 这个螺丝我刚刚搞了好久 搞不了下雪了 没办法搞了 搞不了 搞了好一关就是搞不进去 如果弄不进去的话 只能就 灌个电瓶或者找不到 哎呦 有点头了 有点头了 哎呀 这个雪又下大起来了 先把这个肉腌制一下吧 腌制肉和 炒的话等一下看看 放到后面去炒一下吧 今天也简单一点了 其实它下雪就下雪没事 它还刮风 这个冰啊昨天了到现在还被换 牛肉好像也不是特别多 就这么一坨 我把它切掉吧 现在就是那个警察同事来就好了 我在那个里面去做翻炒 真的是太温暖了 然后我把这个也搬到那个里面去 哎呀 这个雪飘进来了 啊 好 好 先将这个肉腌制一下啊 还是拿出我的腌肉三宝 这个是不能少的啊 今天炒什么,牛肉炒什么呢 你现在不知道,先腌制一下 哇,太大了 这三个粉就已经放下去了 哇,有个血啊 再加点十米油 再来点黑胡椒粉 就这样直接抓 条件有限啊 哎呀,这个血打到我眼睛那里了 都不开了 今天用牛肉炒这个,这个是窝豆哦 这个是窝豆,窝好的 然后这个是荷兰豆吧 就是两个,两个豆子一块炒这个牛肉 先把这个窝一下 我之前买来的是窝好的 然后在那个白马雪山那边 没有带过来给那个饭店那个老板 这个自己窝一下也挺快的 也没多少吧 小的时候就经常这样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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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好了,风停了 小学停了 大概十来分钟就够了 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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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要搞死人吗 这不要搞死人吗 我之前五千多都没出过事情啊 五千多都没问题了 可以点得着的呀 OK OK 哎呦,我把它吹灭了干嘛呀 好了,没法腌了 来点油 多来点油 然后将这个牛油给炸一下 把牛油给煎出来 这个牛油煎出后 加入这个腌制好的牛肉 这会儿没怎么粘过 这会儿没怎么粘过 然后呢 直接加入这个姜和蒜 小米椒就不要了 再来点这个葱段 然后再加入这个 然后再加入这个 锅豆和豌豆 也可以叫核烂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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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香了 然后再来尝一下味 加点盐 鸡精 再来点黑胡椒汁 不用太多 然后再来点酱油 上色 然后再来零口的葱和香菜 这次买到香菜了 好了这样一锅美味的荷兰豆炒牛肉就完成了 看着非常非常有食欲啊 荷兰豆炒牛肉 开吃啊 先来尝一下这个荷兰豆颜色非常漂亮 非常脆 非常脆 原来这下这个牛肉啊 很嫩很嫩 你看 哇 我都会熟了 太棒了 哎呦 我发现我现在的厨艺大有改进啊 大有进步啊 你的算是只有什么 不是我老爷自卖自卖自卖的 dato 这是实话 这个摩托车这个电瓶的问题确实是比较逗辣 搞不好这个这个螺丝他装不回去明天电瓶就要换一遍 哎呦 现在呢已经是晚上时间的七点多了 这边的天大概是要九点左右才会完全黑吧 晚上把摩托车这回用这个厚的给包起来了 因为他这边时不时的会下那么一会儿雪 然后呢我也准备把那个里面的加固一下 就准备进账本剪辑视频了 好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老爷视频的麻烦你帮忙点个赞吧 谢谢了 我们下集再见再见 把这个帽子给你嘛 哦好好谢谢谢谢 这个这个警察同志去县城把钥匙拿过来了 太信心了 嗯然后你明天住完之后的话你把钥匙送到派出所 行行行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不然的话你看我们只有这一个钥匙 对对对对 谢谢谢谢 你就在这网上这边住嘛 这风真的确实有点大的 好嘞好嘞好嘞 然后你有什么需要的话你到派出所来 行行行行好太感谢太感谢 没事没事 感谢感谢 好好好 你一个人做饭吗 已经做好了那个牛肉炒那个 明天还有一点炸面嘛就弄一点吃的又就又是一顿了嘛 对吧 好好好 那你住里面吧 行行行行好 谢谢谢谢 有没有电哦 没事没有 不要电 不要电 我有足够的电 足够的移动电源还怎么足够 充电吧那些充电话 都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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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谢谢啊 那你明天走的时候把钥匙拿过来 行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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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好 好嘞好嘞好嘞 好嘞 好拜拜 人民好警察太感谢了他特意跑到那个七十多公里外的那个县城啊去帮我拿那个钥匙拿过来 确实啊这边的那个风很大很大你看现在我可以直接住到这个里面来了就把钥匙切到这个里面来了这个床我就不住了吧就搬进来就行了 感谢感谢感谢 刚从脚风里面出来还真有点冷啊现在 好了我已经从外面搬进来了 外面是风很大很大很大就他动不动就下那个雪动不动就下去一会儿下一会儿下一会儿下已经下的好一会儿了 我这边刚刚已经被流湿了 哦现在已经干了干的倒是挺快的 其实啊在这个地方假如说我帐篷没有大我就睡他们那个床也可以啊就是我觉得拿出了我的睡来没问题 然后既然我的帐篷已经拿出来了嘛那么我就就就就这样吧反正就睡帐篷里面吧 这样也挺好的 这个警察通知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 然后呢我明天正好就要去乡里面就是修摩托车东西就先收拾了先放在这边 然后正好嘛就这边的这个门也锁住嘛 呃东西也安全一点嘛对吧